好,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人,我是主持雪凌 是 由馬二 鏡花先生 贏者 新翻啦 數量就很龐大 有那些春秋感覺那種大法 即是甚麼春秋二 春秋二是差不多啦 但是暫時看到現時為止 似乎有回升的現象,有些希望 回升的現象你意思是質素? 還是這條的回憶? 但我反而說是數量上多,但相比之大作不算好多 一、兩套啦 大作真的不算多 但平均來說可以少一些四天王之流的東西,一些創意 但幾條會有 你不用怕四天王一定有 這個下個星期期待一下,大家的觀眾 今季第一套要講的,固然要講一套的就是 話題性很高,本身這間債作公司一向再做出來的話題性都很高 但這次就是因為這間公司的關係,所以有更加多的話題性 不是,我覺得最大的話題性就是 它有一個不科學的空,變成另一種不科學的空 那我們第一套要講的就是 《無彩限的幻影世界》 Fantam 是京阿里的作品 為甚麼說到這麼隱悔? 他好像找到別人的劇本再改,也叫做原創 不是,他有原作的那些雙細細 他有原作的,是輕小說來的 或者這麼說,是驚訝自己的文庫,自己拿出來改 一貫他現在的做法 那一套東西裡面,一開始 我承認其實他這套東西,其實他有一些聰明的地方 他一開始他花了一點筆密 去解釋了 基本的一兩間口 世界觀,設定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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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在現在來說 你預期就是 你勉強開頭 中間不知道哪一個位置 放這些東西進去 你不如一早跟我攤牌 還有我想他至少告訴你 就是你跟校園期話那些說 怎樣簡單易懂地告訴你 一個世界觀 一個運作是怎樣說的 應該是這樣說的 不是,他好像做一個領航員 告訴其他業界 這些作品應該這樣做 不是,最重要是他知道主角在做什麼 主角這班人其實就是對付這些 突然出現的Pandaman 就是 至少我知道他做什麼 不是說你做什麼 其實我不知道 我們打乖 叫做有個解釋 叫做你可以在一套劇情裡面 出現任何奇怪的東西 現時為止 他都可以把他套到這個世界觀 都萬事都可以這樣做到 暫時你不會覺得 遇到那些東西你會覺得奇怪 這套東西一開始 簡單來講就是這個 退魔的故事 其實 退魔 他說打Fantoms 他說打Fantoms的意思就是 你的腦腦裡面有個 既有的認知 或者你簡單說 你有沒有察覺那件事 你沒有認識 我會用一個更加 更加學術性的字眼去說 撞鬼 這個學術性一點嗎 這個已經很學術 這個已經是 這個比較靈異的抽取 他公司的解釋 就是說不知道有間化學藥廠 洩漏了一些東西出來 影響到人的腦 但其實應該是一個局部地區式的災難 難怪全世界都有試過 這些東西你一向都是 一爆之年 突然有這樣的波長 整個世界就影響了 你有沒有看過沙原呢 你有沒有看過沙原呢 傳染性就可以了 總之就叫做什麼呢 將所有人的陰陽眼打開了 第三隻眼 不止陰陽眼就有超能力 那拘捷能力是這些附近功能 那幾尾 就是那段時間 出生的小朋友 因此有些影響 就多了超能力 很常見的設定 黑色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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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子彈也是 是啊 驚怪機也是 很多很多作品都是這樣 是啊 這些就是 大家見怪見索的了 其實就是 見怪不怪 那這套東西 其實 經常最懂的都是 捉住角色那件事 這套東西也是很成功地 去製造了一些 好 在造型上 和在肢體動作上 都很出色地 抓住觀眾眼球的角色 我發覺他只是說了 外形上 和動作上 沒有說過性格上 和特性上 這些東西一向都是 為什麼不說那件事 因為那件事 某種意義上 你不關驚訝這件事 是關原作者的 的確是的 他不可以太扭曲的 不是啊 剛才所說 他是由不科學 變成另一種不科學 因為之前 他輝煌樂園救世 做這套東西 他就被人說 他永依那個宣傳 啦啦隊那個位 咦 為什麼五十零 沒有一個正常 他預期的訪動呢 但是這邊反過來 然後他的解釋就是 因為他覺得這樣扯又不好 所以就不扯 那反過來這邊 是有份不是有份的 這些就是進步 是這樣的 這四個字可以說完 重線預留 主要是 是的 即是大家上CS投訴 然後他有事情做出來 我這樣說的 這套東西 驚阿尼是親身下海地 和所有現在打算做類似的作品的人 製作公司跟他們說 怎樣做一套 校園奇幻的作品呢 是的 不是他一向都是帶領潮流 自從梁宮那時候 或者是K-On的時候 帶領這個潮流 現在 人家仍在賣 鬥快出這個 果爐的鏡頭的時候 他已經說 現在潮流 應該跟我 不流行那樣東西 不是 他告訴你 他告訴你 他不需要拿爐 他也可以引起無限的下場 他告訴你 我是不用脫衣 穿著衣服 都贏你脫衣 是不是 這些叫什麼 無招聖有招 這些叫做 這個是主要的賣肉 角色就是阿姆這個角色 是 好像很科學的東西 身體的五行在哪裏 他就摸哪個位 他就可以拿到五行的力量 他至少劇情都是比較 合理地 令到他出現這個情緻 不合理 不要說合不合理 叫做什麼 他給了一個理由 我想說 至少被男主角的情緒 衝進房間裡 要脫衣好些 不要想 你這樣說 我吹大一點點 你這樣說 那些什麼五行 他說那些 心肝脾肺腎 對分陰陽五行 你這樣說 他的腳底也會對分 那些位置 我看什麼時候拿腳底 都拿了手指 不是需要屬性 所以就說 看什麼時候摘腳 這件事 其實不再在劇情方面 你會覺得 或者是我們的男主角 一條他講一大論的事情 這個設計很嚴謹 但是SORRY這件事是不重要的 從來重要的就是 你很期待在什麼 戰鬥裡面 或者在驅魔的過程裡面 究竟會遇到什麼的肢體動作呢 就是GS美神 打打你 露一些色彩出來 然後他就說 嘩很棒 看著他 反而說真的 我也覺得他好的地方 在於他擺明句話 這套東西輕輕鬆鬆 嘻嘻哈哈 就是歡樂校園驅魔 就不用搞那麼多 他說什麼 我是最弱最敗 我要復仇我要打人 哈哈哈哈 其實是不需要的 真的 我經常都說 現在是什麼 King Ali King Ali是輸磚鋼 鋼斑 去跟你們告訴他 怎樣去做一套這樣的作品 但這樣不是唏噓嗎 一個本來是甲組的球隊 現在落月組去欺負藥女 喂 那你都 你都曾幾何時 你又會想過車路士會鋼斑嗎 是不會的 空水果然是輪流轉 那套東西裡面 你說暗舞 寧愛 其實你說剛剛水無賴也好 這些角色其實 他一開始 他給了一個很清晰 他那個性格特徵給你 而且叫做什麼 他最好的地方是 無論他的姿勢動作也好 他的行為表現方面 他是完全跟著這個 你不要理他性格是很standard 我們健康的一些 不過很老實講 性格的東西 其實都是只有幾種 我覺得 又不能成為一個judge的地方 我想是兩種說法 就是一面看是沒有特色 另一面看就是很容易理解 就是你基本上做一個動漫迷 看到這樣的造型 就會有這樣的性格 這樣的性格就會有這樣的行動 一切預料之下 反過來 我想對比另外一套 我極度不喜歡 或者夜行者也極度不喜歡 或者叫做大家都可以好戲 看的就是那套荒野 如果大家都是一套性格package 我覺得 我接受這套多於那套 所以這個package也很多 先靈一點 這個就是京阿里他最耍家的地方 就是你的package比較好 就是食糊的地方 就是他懂得怎樣去賣一個角色 這個就是你好像說 喂大哥 在阿姆的大腿那套 加一點在這裡已經爆出來了 告訴你 什麼都不用說 已經可以爆出來了 為什麼 事實上京阿里的聲明這個道理 就是由始至終都告訴你 我賣錢的東西是靠角色 那套劇情你可能不太記得 喜歡病戀愛 你不記得劇情說什麼 但你很記得裡面有角色 至少一兩個 我們從來是沒有給過一個高評價 在任何京阿里的動畫作品裡面 基本上 他原創那些就更加了 或者他旗下那些就更加了 他選出來的那些全部都是為什麼呢 可以突顯角色 不是 我們沒有錄過Full Metal Panic 那些就不算了 那些就 那是四季紅子的問題 那三神作的年代可能也有六個少少 至少 有的 是有六個的 那你跟著說 林奈那些其實典型叫做 乖乖牌 那件衣服就是這樣的 算了 你是不是他找了聲優先 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這件事 他沒有說到現在 這個負面效果而已 我覺得他遲早會黑化 那這套是 校園愛情的 輕鬆搞笑而已 沒有什麼藏門的東西 放心 我要用我最大的黃鞋去搭你了 那你說這套東西 那當然你說 一條 他作為一個解說液 其實是經過一些很常見的 有男主角的時候 男主角通常都會是一個解說液 那他的解說呢 達了一大堆所謂的理論 或者達了一個很有名的人物 達了一個很有名的人物提出的理論 反而他那種角色 我覺得是像龐八那種角色 他這個龐八 普通資料那種角色 普通資料那種角色 沒什麼充分 飛了也沒關係 是沒用的 我覺得像什麼呢 我覺得像梁公本身的輕小說 因為梁公本身的輕小說 我不知道他的作者問題是什麼 他會寫很多這類的東西 就是拋書包的東西 但是 他動畫化出來之後 其實他的位置都沒有了 但不知道應該反過來 這套 十年之後 他又將他割走的東西 放進來 不是 重點其實就是 這套東西必須要有解釋 必須要什麼呢 他要尋求一個方法 驅魔也好 怎樣去對付喪婦神也好 這些東西 或者怎樣去回憶一些小時候 給自己美化自己的東西 其實我不明白為什麼一個人 可以這樣美化自己的東西 那樣東西其實是什麼呢 他那樣東西是什麼 他應該是被洗腦的 他不應該 他應該是被自己的大腦修正的 不過Anyway 他這裏面其實他就要靠什麼呢 你可以這樣說的 真是拋書包的 他用一些說 作者 知道很多不同的理論 去解釋 把這個世界裏面 一些不可思議的東西 去找一個理論 去解釋它 然後就是什麼 這個理論怎樣去實行呢 就是用那些超科學 或者這些特殊能力 去解決這件事 就是等同於說 撞一撞腦 然後突然間兩個連結在一起 然後說 原來這樣就是一個轉戰記憶 Carmina Double 合體 很高潮很舒服 合體 所以其實你說這套東西 對我們而言 其實 他是一套看角色為重 我們裡面的劇情 我們不理會 他沒有東西會解決到 沒有東西會做出來 除了多了人之外 不停不到那些人 他都會建構著 鄭英哥說 經阿里的黃金定律是什麼 五個角色 不會超過 多了名場面 多了一本 還有他唱歌跳舞 可能真的很多人都有 你一定有 你信不信 第六集都差不多 然後說有個角色 然後就是什麼 因為當年我贏不了這個金曲獎 所以我先贏不了 然後我要拿回金曲獎 好像這件事已經是 之前一套都是說 在天堂要唱歌跳舞 要唱歌做過 經過的比方做過一次 都不爭在 那一套都是說驅魔 那一套都是說驅魔 其實都是說驅魔 反而我覺得有趣的是 那套感覺太黑暗的故事 現在做一些輕快的 他始終是想說故事 他發現其實是 他不擅長這件事情 而最主要就是 經過了那些之後 他發覺就是 算了講什麼故事 他發覺 搞這麼多東西來做什麼 不如簡單簡單單單 不就更好 事實上也是 你只要 你作為一個觀眾 你接受這套作品 一套三毛的作品 就可以了 三毛的地方是 最於什麼 沒有設定 沒有故事 沒有起伏 都可以 我想說的是沒有特色 沒有亮點和沒有爆點 好像差不多 其實 只要你接受了 他在這套三毛的時候 你都覺得 都看得很開心 不是應該說 沒有地上波 沒有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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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你全都不需要這些 我想說沒有口水 但現在他已經有了 聖光 對他來說是 聖光是外道事 這套是完整的去顯示給你聽 怎樣創造一個角色 這個角色就是一個 受歡迎的角色 或者就是 你突然之間 你的春雨員裡面 全部版面都轉了 就是靠這些 我覺得這件事 很重要 這件事 你叫做今季裡面 他贏的罪行那套叫做 粗點心戰爭 那是另外的 是的 他創造一個角色 這件事 你可以說就是 他一定是頂上 驚鴨你很擅長 對 你應該為了驚鴨你 這件事都做不到 他應該是要反昇自己 反而是 這套就是 我們去到這 我們去下一套